上个星期在众议院 所有的民主党的民意代表 以及大部分的共和党的民意代表 一起通过了400亿的乌克兰援助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给乌克兰的还不够 而且当我们要再次说在给乌克兰的时候 我们给的是乌克兰的政府 乌克兰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 最贪污的其中之一 这个政府也是个国外政府 而且不在北约里面 我们之前给的还不够 在我们美国最艰苦 最困难的时候 油价最高的时候 美国的妈妈买不到奶粉 给我们美国的婴儿吃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钱丢给一个贪污的国外政府 那我们这些纳税人 这些真正在付钱的这些人 知道这些钱会怎么花吗 知道这些钱会去哪里吗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到底得到了什么 我们会有什么福利 把这个钱给乌克兰 会不会对你的家庭有帮助 美国独立战争说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没有名义代表就不可以收税 这个说法对于我们现在 无法控制乌克兰怎么使用这些钱 适不适用 那么我们的名义代表怎么说的呢 他们是怎么合理化这一切 美国不必要的开支呢 众议院院长 Nancy Pelosi 说 这一切是符合圣经啊 我们来听一下 The brutality of Putin Committed 这就是你这辈子没读过圣经 然后断章取义 胡扯会说出来的垃圾 你会把耶稣说 因为我饿了你就给我吃 当成把钱塞给一个腐败到不行的政府 还有一个那些政府的官僚说客 还有你会把你强制 把别人的钱拿去喂饱那些军火武器商 那些人就是Nancy Pelosi 说的饿了的人 他们把那些人当成了耶稣 那么共和党的呢 共和党的人是怎么说的呢 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主席 Mitch McConnell 说 乌克兰战争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乌克兰战争 我昨天有机会召称总统 Las week I request with the Ukraine package move by itself。 And quickly he said let me think it over you called back in about15 minutes and agreed that we need to do this Ukraine-only and quickly I think we're on the path to getting that done discussions are underway between the house and Senate 唯一支持烏克蘭,烏克蘭第一,讓烏克蘭再次偉大,Make Ukraine Great Again 我從小看新聞,從台灣新聞看到美國新聞 兩黨共識的議題基本上就是一個法案爛到一個不OK,爛到一個不可以 所以說兩黨都可以有福利,兩黨都很爽 如果一個法案是只有民主黨想要的,那絕對是一個很糟糕的垃圾 如果一個法案是只有共和黨想要的,絕大多數都是很糟糕的垃圾 兩黨都支持的,絕對就是要花你的錢在他們身上的最大垃圾 Mitch McConnell 說,我們都同意烏克蘭現在的情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議題 基本上這些政治人物在說,我們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是那個房間那幾個人而已 因為你只要離開那個房間,去任何一個加油站 我敢保證,沒有人會覺得烏克蘭很重要 美國得了一種病,就是那種永遠都覺得最重要的事永遠是別的國家的事 永遠最重要的事都是別的國家的需要 美國人的需要不怎麼重要 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現在需要什麼? 你現在最想解決的東西是什麼? 對我來說,影響我的生活的,我的城市的,我的國家的事情 永遠都比烏克蘭的任何事情還要重要 今天,烏克蘭就算被核彈炸了 我在想的也是,我能不能買到奶粉給我的女兒喝 然後呢? todas要 connection 中共管理說了 都很快 你看,你能買個桃子 扣檢查 不但妳房間 to her babies she told cbs news never did i think i would ever be rationing formula now in an effort to have not a single drop spoil little magnolia only gets two ounces every two hours instead of four ounces every four or literally waste a whole tank of gas in a day trying to find formula and maybe only find one can no luck now taylor is down to just a two-week supply 是的 nancy pelosi's不是说要喂饱饥饿的人吗现在美国有很多婴儿在饥饿哦 怎么没有喂他们打算呢不行啊这些是要拿去喂给乌克兰的小孩的啊 美国的小孩杀死就好啦不要让他们出生就好啦 从1980年代之前小孩出生一年内死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常常是因为营养不良 现在有很多州开始缺奶粉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比乌克兰重要太多了 就跟我上个星期三出的影片讲的一样没有任何事情是比拯救小孩的生命更重要的 但是美国的共产党不这么想民主党这些人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杀死婴儿 nancy pelosi接受访问说他很生气因为robie way被推翻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小孩会活下来不能杀死这些小孩啦 他说他怀念之前的共和党一个支持堕胎的共和党 you don't want me to get too political here do you i mean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they weigh in so significantly i mean how could it be that nobody on the senate side cares and the senate cares about climate some of them do and they talk about it when it comes to the votes it just isn't there they're just aren't there so rather than saying well we have to defeat them no let's just try to persuade them i want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take back the party take it back to where you were where you cared about a woman's right to choose you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all the great all the hey here i am nancy pelosi saying this country needs a strong republican party and we do not a cult but a strong republican party hey here i am nancy pelosi saying this country needs a strong republican party 回到共和党支持堕胎的时候 那又是什么时候 他说的没错 共和党就是一个窩囊匪 一个不敢为正义发生 不敢为正确的事情做决定 长期软弱妥协为了要合一 啊你要重新定义婚姻啊好吧 啊你要重新定义男女啊好吧 啊你要吸毒合法化好吧 yeah共和党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党 直到川普出现 我不是在说什么川普是共和党的救世主 他才刚endorse dr os 一个支持堕胎的一个明星医生 但是至少共和党由衷反抗了 不过这就是民主党跟左派一直在提倡的东西 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共和党 你们可以继续存在啊 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啊 我们不需要有纷争啊 只要你完全听我的 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就好 我们想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就好 你们共和党闭嘴同意就好了 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有所谓的两党共识 男家儿童和尚团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家儿童和尚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 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 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 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也欢迎各位在5月21号的时候 立临现场聆听男家儿童和尚团 第23周年音乐会 一直在天普市的以马内力宣誓会 5月21号下午4点钟 期待你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